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解惑一下 有很多朋友問到 什麼叫部落格的樣子 還有官方網站的樣子 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部落格的文章 大部分在首頁這個地方 會一次秀出非常多篇的文章 像這樣一次秀出非常多篇 點擊之後就是單一篇文章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官網 官方網站的話 長的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的首頁是一個單一的頁面 這樣就叫做一個單一的頁面 你可以去布局這個頁面的樣子 圖片的放置位置或者是文字 你要放哪邊這樣 然後他只呈現一頁的模式 可是部落格的首頁 通常就是有很多篇文章組成的 他是一個文章的繪整的頁面 他並不是單一個頁面 他是有很多頁 很多篇部落格的文章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常講說 部落格的首頁就很像官方網站的 什麼最新消息 有些官方網站 他有一個最新消息的這個選單 點進去之後呢 就是一篇一篇文章 那比較新的消息就會擺在最前面最上面 所以部落格的首頁呢 其實就是像最新消息那樣子 那為什麼我說 Wordpress.com這個平台 你只要把它改的像官方網站一樣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很像官方網站 那你可不可以擁有 部落格功能 可以 就是你同時擁有部落格功能 你又同時可以讓它像官方網站一樣 那怎麼去做設定呢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後台 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就叫做首頁設定 原本這個首頁呢 是用最新的文章 然後我們把它改成了靜態頁面之後 你看本來是最新的文章就像這樣子 首頁就會變很多文章 然後我們把它改這個靜態頁面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定義我的首頁 要選擇某一個頁面 那你就到後台去新增一個頁面就可以了 那我故意新增一個沒有標題的頁面 所以這邊就不會有標題在上面 就變空白的 讓你看起來更像官方網站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希望首頁是像官方網站的單一頁面 可是你又要有部落格功能 那你就把這個部落格呢 把它放在某一個地方 譬如說簡介這裡好了 簡介 那到時候呢 你點擊這個簡介這一頁 就會跑出一頁一頁的部落格文章 就是把會整集中在簡介這一頁 那你可以把簡介這兩個字改成部落格 三個字就可以了 OK 這次做簡單的講解 那詳細的操作介面呢 我們部落格課程裡面有詳細的解說 有沒有拍攝就算了 那我拿來看看 我看妳有什麼好嗎 我們去看一些東西 還記得在箇圖 那我看別什麼好嗎 那我看來是一個你 就很想想要